只能说现在这店家没涨价反而还涨价真的是非常佛心 近期随着淡价连续三株雷涨价 如今在台南就有铁板烧的业者宣布了 说从这个星期开始呢 包括像是荷包蛋 葱花蛋等等各式蛋类商品 调价5到10块钱 一颗蛋打在铁板上煎成荷包蛋 台南这件铁板烧老板煎蛋的手忙个不停 因为每个客人都各点了好几颗 原来老板切出公告荷包蛋 葱花蛋 菜股蛋都调价5元 我吃铁板烧我就会点荷包蛋 因为如果有酱的话我就会算赚上 算是一个优惠 就是会更新银人别人去点它 刚健身完的客人来用餐 多点了好几颗蛋补充蛋白质 蛋黄从去年开始炎烧后 不少餐营业者为了反应成本分分调整售价 但随着近期蛋价连续三周调价 才能接近铁板烧特定调价 荷包蛋20元变15元 葱花蛋 菜股蛋35元变30元 蛋烧小卷则是从160元变成150元 就是因为现在蛋有连续降 所以说我们店家就想说优惠给客人 店家什么都在找 所以说尽量就是那种就不够 老板降降回馈 让消费者直呼好佛心 减低获利换来口耳相传行销 也成了另类广告 记者洋华谈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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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no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